眼睛长囊肿影响视力 幼儿肌型听力不好 脸部外观也不对称 11岁的女童小乐 一出生就罹患罕见的 眼耳脊椎发育异常 争后群 缅甸当地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 妈妈陪伴小乐跨海来台治疗 医疗费用高达数百万元 台湾企业爱心捐助 我们小孩子今天刚刚就 感觉是最大的一个幸福 所以看到他 我想大家的感觉是 大家都心里都很不舍 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协助他 医师说这样的罕见疾病 可能跟环境还有基因有关 生下的时候就有眼睛耳朵 脊椎的畸形 另外可能还有脑部的畸形 还有胸腔肾脏 肝脏 很多地方都会有畸形 幸好小乐病况不算最严重 首要先进行眼睛手术 眼睛他算是比较晚来做 因为最好是六岁以前做 眼睛的部分他有 除了这个闪光以外 还有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 不正常的这个囊组要拿掉 那还有斜式的问题 目前拟定的医疗计划 预计八个月分三阶段进行手术 完成异常组织切除 外耳和右脸重建 帮助小乐恢复健康 大约新闻黄指令杨俊廷台中报道 而在这里